最近几天我国迎来了冷空气,据中央气象台统计,这波冷空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,预计能够持续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, 让多个地区出现大面积的寒潮,其中最冷的温度,还可能到达长江的中下游,有多个市区会遭受其危险,甚至是直线降到零射市多以下,面对强势的寒潮,人们更需注意中风的危险。 在一项研究上发现,长期处于气温骤降的状态,将会大大增加罹患中风的概率,同时也有可能会增加因中风死亡的概率,可谓是脑血管健康的危险期。 还有一项研究了十几万人的数据来看,天气的影响,气温的重降,会增加因中风的死亡概率。 因此,大家在这段时间务必要警惕中风,保护脑血管的健康,多吃这二种食物,注意一件事,远离中风危险。 保护脑血管要多吃第一种食物是杂痘,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是中风的高危人群,对于这种比较危险的脑血管疾病,饮食控制。 占有一定的重要性,尤其是体型已经超过了正常范围之内的人,往往会增加中风的危险。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清淡饮食,还要让促粮离我们的餐桌越来越近。 这里要说的就是杂豆,杂豆是一个种类,它包含很多的豆类,如红豆,绿豆,黑豆,云豆,黄豆,玉米等等,其中含有丰富的耐氨酸,维生素B族,膳食纤维等成分。 能够弥补日常食用精白米面的不足,尤其是补充上白米饭中耐氨酸的不足。 而食用的办法非常简单,先在水里面浸泡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,以达到缩短烹饪时间的目的,食用起来也会更美味。 最重要的是,杂豆还可以降低血液粘稠,以及减少血块沉积在动脉壁上的危险,对预防中风,血分都有益。 第二种食物是发酵食物,人到中老年后,以及经常吃素的人群,机体往往容易缺乏维生素B12,发酵食品中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族,尤其是维生素B12。 比较突出,具有促进消化,保护肠胃的作用。 它还有一个对脑部健康非常重要的作用,帮助神经系统的健康。 另外,发酵食品因为更益消化的特点,对肥胖的人群会十分有益,从而达到避免肥胖增加中风的概率。 说完了要吃的二种食物,该告诉大家要注意做的一件事了,保护脑血管别过量运动。 想必很多人都认为,多运动是件好事,但这对于我们远离中风危险会非常不利。 在临床上发现,有相当一部分的老人,因为过度的锻炼身体,再加上,本身有三高等慢性病,让心脑血管疾病高发。 因此,当身体已经明显感觉到疲惫了,或者是腿脚出现了酸软,就要停下,避免过度运动带来的危险。 各位朋友,你在寒冷的天气下,都是怎么养生的? 保护脑血管,你就有哪些好办法? 不妨在下方留言,说说你的经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